大投資 而且甚至這邊有一些相關 我剛剛點進去 還有一些我本來想要用那個什麼 用這個 他是身份證 身份證 如果你要辦身份證 他有相關規則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前往 他這邊好像有一些什麼教你怎麼做 不過他是用Folocamp也可以做 那他有一些相關規則就是說 高度是4.5公分 寬度是3.5公分 那也就是說如果 假設啦 如果你今天用兩吋的話 兩吋的話 其實應該是10吋等於多少 2.54 2.54乘上 2 那就是多少 5.08公分 所以基本上會多0.5公分出來 所以那個就是你裁切的邊啦 你裁切的時候 裁的時候 你可以再往裡面裁一下 那寬度的話呢 就3.5公分 那3.5公分 如果我今天4乘6的話 6乘上2.54的話 那就是他的總寬度是15.24 那可以放幾張呢 如果我把它除以4張的話 那就是可以放3.8所以會到時候會 假設你裁成4張的話 那就是會多出大概是0.3公分 那左右可能就1.5公分左右啦 大概左右 其實他也不會說 要你1%符合一模一樣 不過盡量你就符合這個尺寸 另外呢 他的臉一定要3.2公分 意思就是說 底下那個不能流太多 那有相關規範 所以 所以 盡量如果你要拿去當那個身份證用 或者是證照用 這個那個護照用的話 一定要符合這個標準 那我們大概就第一個啦 你可以先拿相片 我本來想用他啦 不過這個 這個可能還是用志祺的比較OK 所以我把志祺先拖拉進來好了 第二個的話 當然我就先做採檢 不過採檢只能採臉的部分 臉的部分的話 那我就直接用這個採檢工具吧 採檢工具的話 我先取消選取 因為剛剛用到那個 其實這個也可以採檢 這個也可以採檢 那我大範圍採檢 我用這個採 先把我要的範圍先採 特別是那個什麼呢 先採一個大概 OK 然後呢 打個勾一下 把藥的部分拆下來 OK 然後再來往裡面再一點點 所以再拖拉一下 尺寸可能要對 所以再往裡面一點點 可能你可以分幾個階段 然後上面可以再少一點 下面也可以再少一點 讓頭大一點 這樣子 OK 好 越來越大了 越來越恐怖了 OK 這麼近距離 好像在照鏡子一樣 好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再把這張圖怎麼樣 假設啦 尺寸差不多了 其實就要去背啦 不過去背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算了 我們先 假設已經去背了 再來的話呢 你會發現 底下這張圖的尺寸 尺寸部分的話呢 是不是我們要的啦 目前的尺寸喔 底下會有一個尺寸是 450X6 有沒有這麼剛好嗎 底下就剛好 450X600 那就剛好符合什麼 我們要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有開一個新的檔案 寬度的話喔 就是 是1800 因為我們用300DPI算 這個是1200 其實你可以看下面喔 下面有個尺寸也可以看得到 1200 那所以呢 我把這張圖填進來的話 就盡量就是說 剛好要這樣 然後這樣子的話就是可以再把它等分 所以 基本上填完會長得像這樣子 一張 兩張 三 四張 OK 高的話兩張 你可以把它剪掉 一起會留一些白邊嘛 那你就把那個白邊給去掉就可以喔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們已經把那張圖 大頭照已經剛好填好了 可是剛剛好這個尺寸 我看一下 這個再 往裡面再裁一下 那我這邊的話 裁一下 那特別注意喔 你想說 欸 為什麼剛好裁完之後喔 會剛好是我要的尺寸 因為我要的是多少 450X600 有沒有 所以記得喔 如果你要剛剛好 假如說要放進那個大頭照裡面 填滿剛剛好的話 那我就把尺寸填上 我要的那個尺寸 預計是 寬度是450 高度是600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自己在這邊裡面裁 你會發現喔 你怎麼裁喔 只要裁完的大小 你會發現喔 它打個勾喔 它一律還是幫你放這麼大 450X600 OK 所以喔 這邊是一個小技巧喔 如果你要剛剛好 你不需要做任何調整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一 請你把尺寸 寬度 450 高度的話呢 就是600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這是一招 第一招喔 另外如果你不喜歡用這種方式的話 還有另外一招 什麼呢 就是 不過會稍微麻煩 你可以用選舉工具 舉行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把這邊改成什麼 原來正常對不對 請你把舉行工具喔 第二招喔 把它改成什麼 固定尺寸 這個尺寸呢 一樣 一直 有什麼好笑嗎 笑點在哪裡啊 好 再來的話 有沒有什麼 再來的話就是選舉它 450X600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你就選舉它 你會發現點它一下 我記得好像它會自己框一個框框 不過呢 因為這一張圖本身 就已經是450X600了 但是怎麼辦 尺寸太小 所以這個時候你可以喔 先把這張圖的影像 稍微放大一點點 比如說本來它的400 你可以在 因為我要中間的部分 所以我把它稍微調大 可以調900好了 假設 尺寸喔 先放大 那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欸 老師為什麼我這邊900填了之後 它下面會跟著變 如果填600 你會發現下面會跟著變 因為這邊有個強制等比例喔 所以如果你不要強制等比例喔 你這個要把它打過取消 它會有個鎖嘛 表示鎖住了 兩邊會一起連動 如果不要連動的話 你可以這樣 那比如說你打一個900 欸 下面不會跟著變 不過如果沒有跟著變 你按確定會有個問題喔 怎麼樣 寬有變 高沒變 會變怎麼樣 按確定 哇 九千太誇張了 OK 好 再來 尺寸喔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多玩啦 反正就是900 900變這樣 變這樣 OK 好像變胖了 其實 已經夠胖了 那應該是 應該改回400 會不會 如果我瘦身的樣子 欸 感覺又比較帥一點嗎 好 最後回覆 Ctrl-Auto-Z 好 那所以呢你可以怎麼樣 先把尺寸先放大一點 比如改成大概900 記得強制等比例好了 這樣比較簡單 不然的話它會變形 然後按確定 再去怎麼樣 針對Ctrl-號 把這張圖呢 再利用上面的尺寸 去做選取 欸 不過選取 好像還是太大一點點 但是這個方法 可以選得比較細一點 所以 這樣好像圖還是太大 你會發現這樣子 那怎麼辦 你就是還要再把圖 稍微縮小一點點 所以這個尺寸大小 似乎好像沒有像剛剛那麼方便 你可能再把它縮到800看看好了 縮小 然後再點這邊一下 欸 這樣子 好像還不夠了 所以呢 這裡提供給各位第二個種方法 但是你要一直剛好調啦 比較花一點時間 取消選取一下 所以建議還是用這一招 這個 然後呢 直接點一下 框一下之後有沒有 框的大小呢 放開 它就會剛好是符合打勾 它就剛好也是450X600 所以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選 再選呢 它還是維持450X600 所以基本上喔 如果你要選剛剛好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請你用這一個 就是採檢工具上面喔 固定它的尺寸 再去做選取喔 那選完之後的話 再來怎麼樣 利用影像裡面 我跟你講用那個 定義圖樣 大頭照 可以按確定 再來做什麼呢 移到我們剛剛開的那個 新的檔案 也不是這個 這一個有沒有 特別是喔 這個尺寸喔 請特別是開一個新檔喔 我們剛剛是1800像素 1200像素喔 千萬記得喔 原來預設好像是公分 請各位觀察一下喔 我原來的那個像素喔 它的尺寸這張圖呢 如果以這個尺寸 它的影像大小是 6.18MB喔 但是切記喔 千萬不要選錯喔 一定要是像素喔 如果你選成公分的話 1800公分 乘1200公分的話 你會發現喔 請各位觀察一下 它這個影像大小 4.85G喔 這個4.85G喔 是什麼概念呢 一支隨身碟也大概差不多 8G16G 所以喔 你一個圖檔喔 放進去就滿了 而且光存檔可能要存 非常非常非常的久 所以這個 剛好同學遇到這個問題喔 千萬注意喔 以後的尺寸 一定要改成像素 無論如何喔 改回來 你會發現喔 這麼大一張圖喔 OK 那所以我們1800 然後像素的話1200 按確定就可以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把剛剛我的那個大頭照 把它填滿 編輯填滿 就上個禮拜講的喔 利用什麼呢 圖樣 圖樣呢 再找到我剛剛的圖樣 我自己 OK 所以最好啦 你們也可以自己試試看 你看4張剛好 剪下來 就可以拿來當那個 當然你要去背啦 最好是找一個背景是空白的 也許你們也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利用自己的手機拍出來 照片看看 那請快試一下喔 另外呢 一個變化題喔 請各位試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不要兩吋 我要一吋的 一吋的喔 也是四乘六的話 要怎麼做喔 我會先把整個的時候 可以做一個小聲 可以做一個小聲 好嗎 我會做一個小聲 可以做一個小聲 可以做一個小聲